科学家突然将毒蛇一刀拦腰解断 然后将断口慢慢靠近玻璃 不料伤口正在迅速溶解玻璃 随后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能量 结果不到一分钟就重新长出新的肉身 就好像刚才从来没有解断过一样 眼看毒蛇已经有了复活的能力 科学家立即从毒蛇嘴里取出蛇胆 随后拿出人类的基因样子 与毒蛇的蛇胆相互融合 没想到这次仅仅过了几分钟 一颗比人还要巨大的蛇胆就诞生了 更诡异的是 蛇胆突然开始破裂 紧接着一个半人半蛇的怪物破壳而出 只是转眼间就进化成了人类的样子 正当科学家赞叹自己的发明时 怪物突然从平台上一跃而下 随后直接掐住了科学家的脖子 只是瞬间就把科学家掐死在了当场 这恐怖的一幕直接下赏了助理 趁着怪物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在的身体 他急忙逃出了实验室 只留下怪物一脸懵逼的呆在原地 然而怪物却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剧 只见他举起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狠狠像自己的手指切了下去